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呼吸训练对于面临新冠后疑症、肺炎、慢性阻塞性肺病、气喘、胸腹部手术、卧床等患者来说 在复原阶段扮演重要角色 让重人智慧三球呼吸训练器 Smart Tribal一起帮你轻松呼吸训练 Smart Tribal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重人科技的Jane 很高兴今天跟大家介绍 我们要来介绍的是重人科技的新产品 就是我手上的Jane Smart Tribal 智慧接触器 这个产品必须要跟我们的重人科技的三球去做使用 开始使用之前的话 我们必须要先从手机的各个平台下载它的App 我们可以从Google Play 或者手机的iOS的App的平台去下载 搜寻Tri-Score 就可以找到它的App 下载下载之后第一件事 我们必须要做产品的注册 然后再来就是要输入我们的对应的序号 序号的话在产品的机构上面会有所谓的QR Code 我们可以直接扫描它要去做组成 所以之后这个Tri-Vo的记录器 都会是你专属做使用的 下载了App 之后的第一件事 其实就是要在手机的页面去做我们的目标的设定 包含人肌的设定 你吸气球术的设定 以及我们每一天要吸气 要做几次的深呼吸 那这些的话我们会建议参考 医生给你们一些指示 以及其实在美国宣教科医学会 也有去做一些建议 有些指引可以塞到上面做声音 安装的话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将Tri-Vo的滋温基础器 对手我们的 从来三重 然后小小的推一下 它就一定要看这个声音 然后它就可以非常保护 安装在上面 那再来的话我们就要看手机的App 手机的App上面的话 右下方会有一个校正的按钮 按下去以后呢 我们会需要做三件事情 第一个步骤它会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要把整个 将Tri-Vo的垂直板板板 就是像这样正向的板板板 然后按开始之后呢 它会去校正环境里面的杂力 这个过程会花大概10秒的时间 10秒过后呢 我们进入到第二个步骤 第二个步骤它会要我们去做吸气 吸气 但它这个步骤的原理就是 它要去校这种吸气的时候 才会产生的一些扎移 这个步骤也会花10秒的时间 好 是这样子 那再来第三个步骤的话 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必须要把电源的开关打开 开关的同时呢 我们会看到红灯亮起 以及我们必须要把球 把Tri-Vo打置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开始实际执行呼吸训言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右边 已经有手机的手面 我们要在实际执行的时候 就是点下绿色的放框 它就可以持续的去接收到我们 Tri-Vo的智慧记录器 发出了超声波讯号 注意一下是我们的知识 我们的知识 你可以站着使用也可以做着使用 那如果你做着使用的话 我们会建议 背部是悬空的 不要靠着任何东西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表现可以更好 那再来 实际执行呼吸训练的过程 我们建议先把你气 完全吐光 然后再来是大口吸气 那大口吸气的话 我们尽量让球保使在最长方 越球越好 以及呢 我们在吸保之后 真的吸不到任何气的状况以下 我们建议它是做一到两秒 闭气的动作 那这个动作呢 我们会建议 你每一天醒着的时候 去执行 每一小时 十到十二次的呼吸 那当然这个也可以根据 病人的状况 根据医生的指示 治疗师的指示 去做变动 那再来 我们就是实际的执行一下 这个吸气的训练 你试试 那你没关系 你可不可以